按虚岁算,出生于1930年的海南籍台湾美术家陈显栋,今年已有90岁高龄。 他创作的诗像绘画,以西方现代艺术的方法表达东方传统文化精神。 陈显栋的艺术人生可以说是择一世、中一生,不断地超越前人、跨越藩类。 数十年来,他不断挖掘新媒材,坚持运用新技巧、新方法、新观念,以打破英雄的创作路线。 记者在陈显栋位于海口的工作室内看到,他的画多由明亮的色块和光影构成,每幅画特点突出,颇具质感,仔细端详能发现画中的大千世界。 陈显栋透露,这些有质感、机理明显的画,得益于一种叫做画膜的媒材。 数十年来,自己潜心研究,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后,终于发现,用树纸调和油画原料,可以制成一种特殊的画膜。 以此薄膜来搭配画面,常产生非凡的效果。 而这也成为了之后陈显栋画作的重要手法。 那创新是谈活容易,它创新是非常困难的,但是困难不能不走啊,困难不能不做啊。 因此我就退出画坛,重新研究,我从媒材方法造成开始研究。 当然这始终结果很多的失败,有时候趋累,想放弃了,但是放弃又不甘心,你还是要继续在研究。 这一来,已经研究了三十多年。 已是茂蝶之年,陈老行动能力大不如前。 双眼受白内障,黄斑膜的困扰,视力也受影响。 目前,画膜的调配需在其夫人与四妹的协助下才能完成。 然而在画布前,她对色彩的敏感一如往常,拿画笔和美工刀的手法稳健,老练。 除了画膜画,在陈老的艺术生涯中,她也曾尝试创作一些另类的作品。 2003年,十年73岁的她开始在南瓜上玩酷,将奇思异想泼洒在自带天然纹理的老南瓜上。 2017年,她偶然间又对词汇艺术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创造性地将幼彩摇辫与泼水泼彩结合在一起, 形成一套独居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。 目前,她也热情地将自己在绘画中的探索传授给后辈。 从她的身上写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,觉得她不但是做人方面做得很好, 而且是她的才艺方面露出了一种大师的风范。 陈显栋自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,故乡成了她心头的牵挂, 其唯美的作品中透着一种浓浓的思乡之情。 如今,陈显栋最大的心愿便是能让自己的作品夜落归根, 在故乡海南建立永久展览馆。 将我的毕生的心血留在我的骨枪,这是我的梦想。 在我游泳之年,我能够落叶归根,有作品有个归宿, 当然是一件大事,我把这东西摆在管理。 如果好的话,杨浩原来看,杨浩原来研究,这是一件好事。 我游泳之年,我游泳之年,我游泳之年,我游泳之年。 我游泳之年,我游泳之年,我游泳之年。